在花莲市的国魂礼三号的晚间 在一信总社前广场举办了一场社区音乐会活动 特别邀请到中正国小、国风国中、花莲高中等 三个学校的国乐团轮番的演出 带来了一连八首的经典曲目 也吸引了近百位的民众到场聆听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热 花莲市三首学校国乐团名师集聚 拿起各自专长 带来精湛的垂奏演出 赢得满堂彩 这是三号晚间 花莲市国魂礼在一信总社前广场举办的社区音乐会 特别邀请中正国小、国风国中、花莲高中等三校国乐团轮番上阵 带来一连八首经典曲目 吸引到近百位民众到场聆听 场面吵热闹 我想在花莲市的国婚礼 我们在民国83年 自从我当第一届的里长开始 我就每年在国婚礼办理两次的社区音乐会 那也提供一个场地跟一个演出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展演 那不仅是小朋友 我们大人成人的都有 那我想这个是可以提升我们地方的文化气质 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的里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参与我们的文化的这个活动 这一次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花莲的三所学校 花莲高中、国风国中还有中正国小 因为他们在12月份将要参加线内的所有音乐比赛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来做一个热身 也让他们能够熟悉演出的一个步骤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能够有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 那这样子是也可以相辅相成的 让他们在参加线赛的时候 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 而惠众为了鼓励在地学子积极向学 也安排发放里民子女及有奖助学金 只要涉及在国婚礼的国高中生及大专生 每学习成绩平均高于80 得性成绩高于85就能申请 这也成为国婚礼的一大传统 希望能透过活动增进里民情感之余 也有动人的乐章 陪伴民众度过一个温馨夜晚 记者徐立青 花莲视报导